3月9日 乌克兰4万增援部队急速集结 从西面陆续进入了巴格木特 这些增援部队一方面获得了北约最新援助的攻击型武器 一方面有大批在北约各国培训回来的炮手 坦克手和飞行员 其战斗力比前线部队更强 是乌克兰部队的最精锐力量 同时 北约的援助武器继续通过波兰边境进入乌克兰 乌军在等待反攻的时机 甚至是反包围的机会 目前 前线的总指挥是乌克兰陆军司令希尔斯基 他通过两次实地评估 没有选择冒进 而是以防守为主 进入巴格木特的援军原地待命 部分进行换防 以巴格木特河为界 进行对峙 由于进入春季 道路泥泞很多重型武器 比如暴二主战坦克等无法通行 干脆一意待劳 同时 乌军集中兵力强化 对康斯坦丁 诺夫卡 恰索夫亚尔 谢维尔斯克一线进行防御 防守反击俄罗斯军队 相比于守城俄罗斯想要进攻 同样面临重型进攻武器是无法推进的问题 而且需要数倍的兵力才有可能包围 以前线瓦格纳雇佣军的实力是远远不够的 如果没有援军 瓦格纳雇佣军面临被反包围 甚至战线崩溃 随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的讲话表态 巴赫木特死守已成定军 也就是说 巴赫木特大决战已经开始了 这大大出乎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的意料 不过 泽连斯基也把自己的思路说清楚了 总结起来无非就是两点 一 大反攻之前 把俄国的机动兵力尽可能的拴在一个点上 减少大反攻时其他战场的压力 二 他相信防守巴赫木特对乌军有利 大雄认为 巴赫木特能守得住 但现有的打法和战术不行 巴赫木特从开战到现在一直面临的问题 是守军兵力严重不足 城区始终不过千人 城区外守军不过万人 守军番号很多 但每支部队就一部分兵力 很少有权旅都在的部队 因此几次击退俄军都无法追尖 同时 俄军发挥兵力优势 牵制住了乌军的几个点后 再去攻打其他地方 如果再遇抵抗 就再找更薄弱的地方 乌军少尔经的兵力 既无法快速歼灭眼前之敌 又没法分兵去支援 因此 眼睁睁地丢了索莱达 丢了巴赫木特北部 如果不是增援 即使南部补给县也丢了 在上个月 南部补给县激战之时 九十三旅和突击三旅被牢牢的牵制在城内 完全靠着第三十旅和其他增援部队 才稳住了南部局势 未来守住巴赫木特就一个方法 增兵 增加大量的步兵 把装甲兵集中起来 等俄军进攻几天时 老兵疲惫 用足够的兵力摧毁其一步 巴赫木特之围自解 切不可像前几天北线一样 集中少量装甲兵团打个突袭 后续兵力不足 等俄军反过来 反手来个僵尸围攻 乌军又被挤出去了 而是要全线和俄军缠斗 然后至少集中一两个旅和几十辆坦克 以泰山压卵的气魄打个歼灭战 唯有这样才能解巴赫木特之围 有的博主认为 乌军应该在其他线发起攻势 来分担巴赫木特的压力 本报认为这不可能 现在俄军是宁可放弃其他战场 也要拿下巴赫木特 这场仗没有任何巧胜的余地 分析就到这里 下面看看战场的局势 决战尚未开始 序幕战斗已经来临 昨天得到增援的乌军开始了反击 主要方向集中在南北两侧 俄军方面也调来大量援军 据说 伍莱达方向的俄军 把自己库存的弹药全部交给瓦格纳了 从俄国本土源源不断的送来 动员兵天冲到前线 最近48小时交战记录显示 北线乌军前进了一千米 能不能守住这一千米的战果 要看后续兵力投入 西南乌军正在深入俄军的战线 乌军装甲集群在城西南地区发动了反攻 深入俄军阵线 俄军必时积蓄在城南发起反攻 而乌军在城南有十分充足的守军 所以俄军未能得手 乌军士兵宣称 昨日成交战斗消灭了一百多名俄军瓦格纳 目前俄军是拿着瓦格纳当坦克用的 用瓦格纳舍死旺盛的磨乌军的子弹炮弹 然后正规军做突破 城区方面只有零行战斗 瓦格纳兵力也已经不足了 在南北同时防御乌军进攻的同时 抽调不出更多的兵力在市区发动进攻了 而乌军则把大量的兵力调进了城内巩固战线 昨天刚到的空中八十突击旅 同时昨天乌军还调进市区更多的特种部队 以替换城内的机械化步兵 预计未来乌军在城外会集中两到三万人 城内守军会过万 这样面对八万左右的瓦格纳和俄军 就可以不落下风 让俄军无懈可击 如果再能调集上百辆老坦克 就可以大打歼灭战了 随着短兵相接 未来乌军的伤亡会上升 可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侵略者歇斯底里无能的狂动的进攻 乌军没有任何巧声的办法 唯有硬扛消灭 这是欧美绥靖政客的恶果 也是那些不太绥靖 老想着和谈的天真政客造的孽 俄乌之战已旷日持久 现在已经不难做出 攻方兵教授的判断 尤其是对俄而言 朋友本就不多 可争取的中立国家又纷纷转向乌克兰 俄罗斯现在有多少朋友 这可以在前几天要求从乌克兰 立即撤军的投票国家中看得一清二楚 除了俄罗斯自己 反对俄罗斯立即撤军的 只有白俄罗斯朝鲜 厄利特里亚 玛里 尼加拉瓜和叙利亚 这些国家算得上俄的朋友或跟班小弟 而有32国家投了弃权票 对俄罗斯来说 这些国家非敌非友 是争取对象 但现实情况是 俄罗斯的争取对象现在纷纷倒戈 转向了乌克兰 哈萨克斯坦已撤销驻莫斯科的贸易代表处 沙特向乌克兰捐赠4亿美元 巴基斯坦向乌克兰援助万枚火箭弹 就连在地缘政治依赖俄的塞尔维亚 也被媒体爆出向乌克兰提供军援 梅德维基夫称 如果俄罗斯的存在是一个问题 那么该问题不会在乌克兰的战线上得到解决 而是会与整个人类文明继续存在这一问题 一起得到解决 大雄认为 梅德维基夫对着人类文明发狠 十分不妥 与全人类为敌 也是在给自己挖坑 这些加油 好 感谢观看